我相信自由自在 我相信新华 我相信新华 乔务委员会搭乔计划参访美南地区的11位青年 24号晚间抵达休斯顿后 随即回到提供技术的乔包家中 感受这次参访行程的第一个夜晚 由于乔包盛情接待 让这一批出自到海外的青年特别有感触 刚开始跟Wendy接触的时候 就觉得她是一个非常有气质的一个女生 然后给人感觉也很温暖这样子 然后她还这样 就是我们昨天一到休斯顿的时候 其实已经蛮晚的 大概也半夜的一两点 可是她就是还很热情的 帮我们再到他们家之后 还特别弄了苹果派给我们吃 我们就觉得很温暖 因为很晚了大家都很累 结果还特别弄了这样子 就是让我们觉得很贴心的一个举动 第二天在寄宿家庭结束早餐后 随即展开第一站行程 参访全世界最大的休斯顿乔教中心 该中心主任庄雅淑 副主任杨荣青带领着大家参观中心设施 并详细介绍驻外单位的工作性质 文化导览团队张世勋 也在现场为大家介绍德州及休斯顿 这一次十一位青年来自台湾 不同大专院校 大家借着此次出访机会 除了希望拓展视野 更希望能在自己专业领域有更多的收获 大家好我叫李崇琪 然后目前就读国立台湾大学 双主修政治系跟经理系 那其实在刚刚看完行程以后 因为毕竟休斯顿是比较吐重于刚刚 我有提到说我们是能源 可能太空还有医疗的重镇 那其实但我觉得很新鲜的是 就是我目前一直读来的主修 都没有修到这些东西 但是据我所知在我这个领域 大家也都会就是想定办法 尽量把政治学或是经济学 应用在这些科技上面 那我希望借由这次的见习 看看能不能把我的知识 应用在这些科技能上 谢谢 在这一次大乔计划中 我希望能够开开自己的眼界 然后能认识一些优秀的侨民 然后增广自己的视野 然后因为我本身是主修护理 所以我对于海外移民这方面 就是技术移民有特别有感兴趣 所以我会特别想要知道 侨民要如何在海外发展 开启自己一片新的蓝图这样子 这次会来参加这个活动 其实主要的目标就是能够学习到一些新的知识 像是因为我比较主修的方面是跟医学比较有相关的 而这次我们要去参访的内容就有一个是德州的医学中心 我希望就是能够在医学中心里面学习到更多 可能异于台湾的医学的相关的领域或者是作业的内容 例如像是牙医部分的内容 这可能是我比较有兴趣的部分 我希望你能够在医学中心里面学习到更多